至于民众党的总统参选柯文哲 昨天是到台南去抢票 由台南市的党部主委陪同吃美食 柯文哲妙口开讲 谈到对两岸关系的看法 并且在会中公开质问 赖清德声称自己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如何落实台独 热情和民众自拍 民众党总统参选柯文哲 知道台南赖清德本命去抢票 展现好人员 男女老少都抢着和他握手签名 一路由台南商权文化总会长 黄盛平带路 台南市党部主委蔡婉筋陪同 柯文哲大客在地美食 吃得津津有味 吃饱喝足 动身妙口开讲 在美国驾日本的高层 现在问我这个问题 他说你台湾来 你认为台湾发生战争的 可能是多少 柯文哲再次强调台湾不可能将命运 完全寄托在其他国家手上 所以就该好好强化国防 另一方面也要和中国保持沟通 互相了解尊重 但被问到如何改善司法制度 柯文哲画风一转 点名民进党总统参选赖清德 法要合情合理 更重要的 法要合华 法要变成人民唯一遵循的标准 所以 赖清德 你的尾箭要不要拆啊 冰吃一罐客室作风 直酸赖清德 开奖尾声 不忘高歌一曲 唱得如痴如醉 想必这趟台南抢票行 柯文哲很满意 记得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